中央气象局举行年终气象回顾 受到全球气候暖化与极端气候的影响 气象局表示 今年1月到11月 全球平均气温比上个世纪平均摄氏14度 高出了0.94度 是自1880年以来历史第二高纪录 台湾今年也是史上最热的一年 全年平均气温约摄氏24.56度 就连玉山观测站年均温也增加摄氏1.79度 其中1月到4月的极端偏暖程度尤其明显 也是导致今年台湾年均温创记录的主要原因 从温度分布来看的话 造成最暖的这种情境 应该是在今年的春天 也就是1月到7月最暖的时间 那我们从整个环游的形态的变化来看 我们也发现在大陆的冷空气下来的强度跟频率 是比往年来的弱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台湾相对来讲 是属于比较 没有受到冷空气 比较多冷空气的影响 所以平均的温度 整体来讲在今年的春天 就呈现比较偏暖的情况 雨量方面 今年降雨主要集中在梅雨季及夏季 5月及8月雨量明显偏多 但整体的年雨量接近正常 降望新的一年 气象局表示 目前热带太平洋的海气环境接近正常 根据数值模式预测 109年1月到3月 台湾各地平均气温已偏暖至正常几率较大 雨量则为正常至偏少 不过气象局也提醒 由于全球极端气候现象比往年明显 尽管今年冬天气温预测仍偏暖 但仍有可能出现寒流来袭 民众还是应该要随时注意天气变化 做好暴暖测试 这样我们电台记者就像云浇测伦 她被则明报道 有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